구요 因为一开始我也没有设定这么长片 我刚开始我也觉得差不多十集内可以结束 我没有办法预知说我一定可以画几本 這樣子 兩個歌歌比我大 所以小時候家裡就有很多漫畫 可是後來被媽媽燒掉了 然後我自己真的開始懂得 看得懂那個內容應該是國小 就是看尼羅河女兒 應該正式開始迷上少女漫畫 女生一定會被那種長髮帥哥 所以我小時候其實沒有想過這個 可是我喜歡模擬 就是小時候就會因為很喜歡我就會畫 所以上課其實也是一直還有 應該每個漫畫家都是這樣過來的 就是不上課會找空白夜再畫成這樣 在投稿之前其實我沒有畫過 沒有畫過有故事性的東西 就是以丹芙的創作為主 所以就是為了投稿 我就是硬掰了一篇故事出來 就一個很無聊的故事 還記得嗎? 好像沒有什麼內容欸 就大概也是畫一個搖滾明星 然後被追逐之類的 其實那個內容我不太記得了 所以搖滾狂潮的那個故事在那個時候 其實就已經開始一個出型了 應該算是 可能因為我高中時期都是在聽搖滾樂 可能有憧憬吧 因為高中時候最名的就是那個 John Borgelby 然後就是也是在畫他 其實我不會想到那麼多 比較注重就是說我要講什麼故事 是我覺得有趣的 其實重點在人物欸 其實我覺得我倒是沒有想說 我這個中心詛咒我是要 一定要表達什麼 就是我覺得漫畫的角色的魅力非常重要 就是其實人物活了 他會帶動你的故事去走 對你來說漫畫是什麼 我覺得他就是我實現自我的一個管道 而且我們自己做不到的可能可以 就是可以透過漫畫角色去替我們追尋夢想 這樣 今天不畫漫畫了 你有可能去做別的工作嗎 大概什麼樣的工作 但是我想過啊 我覺得我如果失業應該什麼都不會吧 所以到目前為止的人生真的就是只有漫畫 對